另外空勤队台东丰年机场的驻地第三队 2号的上午接获了总队的勤务中心电话通知 在嘉明湖的山屋有山友出现了废水肿的迹象 需要紧急的后送下山 空勤队也立即派出了黑直升机 前往该处将这名山友载运下山送往医院救治 从空勤队所提供的画面上可以看见 空勤人员正利又挂栏的方式 将出现废水肿的山友吊挂上直升机 空勤总队台东丰年机场驻地勤务第三大队第三队 2日上午6点15分时 接获总队勤务中心电话表示 在嘉明湖山屋有一名带姓的山友出现了高山废水肿的迹象 需要紧急后送下山治疗 空勤队在接获任务后立即启动编号NA703号的黑鹰直升机 并在6点51分时抵达目标区 在完成现场评估后开始实施伤患的吊挂任务 吊挂上直升机后并沿着原航县折返 7点40分时降落台东机场 并将伤患交由地面的救护人员 转送至马街医院进行后续的治疗 据了解空勤总队自1月以来 执行了全台救援山难任务已经出动了25架次 光是台东地区就有6架次的救援任务 在此也特别呼吁民众 登山时务必做好自身的身体评估 才能够避免意外的发生 接着曾经理台东综合报导